上午11點門一開 中山書店地下街店家 馬上就有顧客光顧 正因為聽說 今天是營業的最後一天 是我們老闆再去 再去申請兩個禮拜 對 所以它會延長到4月15號 快一倍了 快一倍 對 會不會覺得太晚來 時間來太晚 對 有一點太晚 也難怪 不見最後一天的傷感 店員很悠哉 客人看書也超自在 我覺得這個燈焦的 有點大膽 很多種類 小朋友也很喜歡 對 喜歡來這邊翻翻看 那的確就是有點可惜 因為這間廣還蠻自由的 對 就是蠻多選擇 延長營業兩禮拜 不變的是四十萬測書 三點八折特價沒有變 還有影音商品最低也有一折 儘管目前還看不到 地下街新東家成品半點影子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電珠 比現在漲了近五成 且書店文創筆 還從原本的七比三變成五比五 中山地下書街就此消失了嗎 當然是並沒有 他將在五月一號 重新和台北人見面 地點就選在重新南路一段 這間卸業的書局 而這裡也是台北市 最多書局的一條街 據瞭解 搬遷到重慶南路 新地址的店家 也才不過五間 盼在書局最多的街來出生 延續這股書箱 借著亮橫言禁語台北外報